看看新闻网 偏偏他就是中国版花样爷爷中的一位爷爷 现年68岁的演员秦翰 他其实叫爷爷的真的是好像没有 就是但叫薄薄的是很多了 哎呀人家完全是一位帅气的大叔嘛 虽说节目叫花样爷爷 但大家怎么能把焦点全放在爷爷上呢 看看前面的花样两个字嘛 说到花样秦翰老师完全hold住 热爱旅游的他工作之余 满世界跑呢 也因为这个爱好 当初节目组找他参与花样爷爷 秦翰二话没说就答应了 就很迷惑 他找我来 居然叫我去旅行 刚好又是我最喜欢的事情 还要付薪水给我 那这种事情能拒绝吗 花样的爷爷怎么能只有一个爱好 而且必须得是花样的爱好呀 作为一枚运动达人 就算两三个大小伙子跟秦翰打篮球 都不一定能赢 说来说去花样爷爷到底是个什么样的节目 让花样的秦翰告诉你吧 还有我就觉得这个节目真的是某方面来讲是蛮难得的 那就是除了这个旅行的主题之外 就是听这个韩方的导演啊 他们也说就是说 怎么样大家 就是带着这四个老爷爷去旅行嘛 那一个年轻的这样子去照顾他们这样子 我觉得这种感觉还蛮不错的 除了秦翰 其他三位大明星爷爷会是谁呢 敬请期待东方卫视六月开播的花样爷爷吧 新闻自线上海采访报道 优优独播剧场上海采访报道